今天是我們這個迫害到平反在桃園的展出跟座談會 我記得這是我們財經新華協會籌劃的 為什麼要籌劃這個迫害到平反 其實是跟台灣的政治整肅事件非常有關 台灣政治整肅事件到目前為止 一直都只有被害人沒有加害人 然後這個非常的不正常 也非常的令人感覺台灣在這方面沒有步入正軌 所以我們當時就思考 就是透過從228白色恐怖跟其他的政治整肅事件 來一起來討論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尤其我們是練法力的 尤其是練人權的 尤其是練政治型化的 所以我們完全不會講 證明不可能只有被害人沒有加害人 也不可能問題不解決 所以這個非常的不可思議 我從1986年回到台灣 我面臨看到台灣的各種情況 那也在之前 在出国之前 在练台大法研所的时候 其实美丽岛事件 我们在台大法研所的时候 美丽岛事件我们就见到 有一些特务 他们就在思考 在12月7、8号的时候 就如何把美丽岛搞出来 那这些特务呢 其实都是在名校在台大 所以这些事情 我觉得不觉得美丽岛事件 目前已经平凡 美丽岛事件其实是一个 在发生在这个时间 其实是很吊诡的 大家认为美丽岛这些人 都已经去当官 也能甚至当总统副总统 总统是美丽岛的辩护人 不是美丽岛事件的当事人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知道 这里头不是那么单纯 加害人的心理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状态 尤其台湾的政治破坏的加害人 其实是我们必须要研究他的心理血 那台湾政治加害人呢 其实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在228的时候 有这个张七郎这个医生 然后被跟他的两个儿子被弄死 结果这个东西其实蛮严重的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陈陈波 陈陈波事件呢 他被开枪打死 他的衣服 结果后面有个人叫做向阳 帮他写了一首诗 所以希望有阳光 其实嘉义人呢 很多人被屠杀 但是嘉义人也有人扮演火鸡肉帮 也扮演屠杀的角色 所以在1996年的这个宗教抹黑事件 其实是嘉义人做出来的 火鸡肉帮做出来的 但是一般人都认为 我们不必追究 就到眼前就截止 所以这个蛮严重 所以我今天到桃园 我来讲是我们就 这个迫害到平凡 我们首先第一个点 要研究这个被害人 他的心理状态 那我们在这个龙哥打怪397 我们有提到被害人分两边 一边就是在当时的下手的被害人 就急性的被害人 另外一边呢就是 还有一些家属 残存的 接受长期 还有持续的 还有慢性的 还有假情假意的 给他抹黑 那我们挤的例子呢 就像林介 他被新生报的 林介被杀 就他的女儿呢 叫林李彩 还有他的姐姐 他的这个妈妈 就妈妈也自杀了 就后面是接受长期的抹黑 然后台南的丁窈窈 也是一样 然后丁窈窈的女儿 也被长期的慢性的抹黑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除了这两类以外 还有一类更惨的 其实就发生在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里头 有八个进化审判 34个普通法院的审判 这几个我都几乎都认得 包括宁龙贤我也认得 其实八个我几乎都认得 当面都有接触过 其实你不要看我 其实我从事政治 刑法的时间很长 然后我也跟这些人 都有接触过 然后我都懂得他们的想法 那其中最惨的一个人 叫做林毅雄 林毅雄是到目前为止 他的戒严时期 不当审判击毁的审判 案件补偿基金会的 补偿金不领的人 为什么 林毅雄是白色恐怖的被害人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他在被金氏审判 调查期在调查的时候 在当年的228 他家的母亲 跟双胞胎 还有长女 被屠杀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加害人的心理 就是杀一尽百 要让你痛苦 所以他是借乎 这个急性的 破坏跟慢性的之间 再加一列 所以第三列就夹中 白色恐怖加228 然后两个集中在一起 就连留下来的人 无辜的被害人 也要屠杀 那这个其实 这种心理状态很严肃 我亲自再跟你讲一句话 我在台大西州路的时候 我就在教员休息室 我当时在看报纸 我就看到 有两个就在商讨 他说台湾人 搞民主太可怕了 我们再发动一次228 还可以再搞30年 告诉你 这是台大 法学院 社会科学院的老师 你们知道吗 大家是人 这些人已经琢磨了 所以被害人的心理学 其实很严肃 如果大家在软弱 就是在被屠杀的对象 所以今天我们很彻底 台湾为什么跟不上德国人 为什么跟不上欧洲人 因为没有平缓 因为你太软弱 因为你以为他跟你一样 都有人性 其实迦海人是没有人性 也包括潜在的迦海人 也没有人性 所以 这个是李嘉诚 李嘉诚有讲过 黄台之瓜何看在在 其实李嘉诚 懂得这些迦海人的心理 迦海人呢 迦海人呢 包括纳粹 也包括这个武则天 武则天连他自己儿子都杀了 对不对 然后希特勒呢 也连他自己人都杀了 他们不会把对方当作人 所以注意点 迦海人是从来没有把你我当作是人 所以包括 1996 还有包括陈文辰事件 包括林义雄事件 这些迦海人是从来没有把其他人当作是人 注意 我们一直在讲ABCD 大家知道什么叫ABCD吗 ABCD就是迦海人 A就是迦海人的眼手 头 B就是他的左右手 C就是他的刀子 D呢 就是电板 就是有刀柱 但是这些人ABCD 有把其他人呢 其他人当作人吗 有一个 有一个客家人 我们上礼拜在讲 这一个女生 然后她就怀疑被出卖 一个叫小张 就后来南博州去访问小张 结果这个小张呢 跟特务结婚 然后就问他 大家以为他会 会改过 结果他说 南博州 你不准录音 不准记笔记 什么都不准 然后最后也什么都没讲 所以这个是 CD也都不肯讲 AB会讲吗 以前在欧洲的AB会讲 但是在台湾的AB 绝对不可能会讲 他们会错到进棺材以后 进度几度轮回 他也不会讲 所以大家不要软弱 其实要平缓 就是只有勇敢的人 才能够平反 欧洲人为什么能够平缓 因为他们勇敢 台湾人为什么不能够平缓 因为软弱 因为以为对方会跟你 会让你平缓 其实都是假平缓 所以你看这个都是 黄台之瓜 连猎杀亲人都杀了 自己的亲生子你都杀了 那你不是他亲生的 他当然杀 所以你看 黄台之瓜 众瓜黄台下 瓜手指离离 一灾死瓜小 再灾死瓜细 三灾游是自可 然后游灾结报曼归 所以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跟大家讲 所以 现在你这个被害人 即使是智者忍者勇者顺应 但是我告诉你 ABCD 你要真平缓 你就要勇敢 然后 也只有勇敢的台湾人才有用 然后 其实他们的角色是这样 这个是头 这个是两只手 然后拿刀子 拿厨子 然后大家都是 甲鸡 鸡 然后秉儿 丁丁香鱼 它根本把你当作产品 所以 今天 其实 我们办的这个非常有意义 其实我们在 228 人前纪念馆 我们都放映电影 然后我们也自己花钱 有些单位是要钱的 除了 这个 这个 北京城市 不要钱以外 其他我们都是自己花钱 那花钱也值得 因为你总要了解 人性 然后我们要了解ABCD 然后我们要了解 重破坏 要追究加害人 ABCD的责任 然后我们真平缓 我们才有可能 那你觉得 陈文辰案在台湾 有没有可能改变 有没有水落石出一天 林义雄案有没有可能水落石出一天 美丽岛案很多还不知道谁搞的 对不对 然后 1996的宗教抹黑 谁搞的现在都知道 其实 就是靠大家勇敢 要不要真平缓 如果要真平缓 这将是台湾第一件真平缓的案件 也在台湾的人权史上 迈向黎晨碑 所以我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软弱 我们要求的是真平缓 而不是在讲究古代的历史 而不是讲究枯数 枯数没有用 尤其我们在这里头 很多都非常勇敢 大家一定要加油 我们感谢大家